嗯这一页主要就是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数据分析师在日常工作中的一天 整个的流程其实就就挺简单的就五步 最开始就是你拿需求拿需求也就是说有问题 你就是先分析这个问题之后哪根据分析的这个问题呢 你要对你这个数据呢要做一些处理预处理 这个处理的过程可能就会包含嗯你把什么去除重复值啊 去除空值啊然后等等就是把raw data你先变成一个find data 是这个过程然后下一步是数据分析的过程 这一部分就比较精细了就涉及到你做一些数据清洗 清洗到什么程度呢清洗到你可以直接用 你可以直接在data warehouse里面建data model 然后直接画图的这么一个一个程度 之后下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接近于deliver了 接近于你给客户做deliver了 这个部分就是说做BI reporting的阶段 也就是说你通过data realization呈现也好 或者是说做一个PPT slides也好 来给客户传达你所发现的东西 来帮助他们更好的来做商业决策 最后最后呢就是你的表演时间 你的个人的show time的时间 就是做这个presentation给客户做deliver 是这样然后如果是用炒菜的阶段的大家也能够非常好的理解 这五个步骤是这样 然后下一页 下一页这个是用一个逻辑线的方式来展示了数据分析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工作流程 也是说业务理解业务理解就是问题从问题的触发点开始 然后包括这个数据的收集 然后包括数据的处理 然后呢再包括你分析最后是一个结果的呈现 这就是整个你作为数据分析师的一个逻辑的流程线 然后再下一页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例子 是关于在实际的企业里面你具体怎么进行这个数据分析的工作 像这个左边呢就是你收集问题 以及这个数据的数据的一个漏得到你的这个data warehouse里面 中间的这就是一个企业级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你这个关于数据呢 它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 然后它也存在于不同的database里边 然后包括你获取这个数据呢 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当你有了问题 然后有了数据源之后 你把数据源漏得到你的这个企业级的数据库里边 在这个里边呢进行 比如说ETL也好或者ELT也好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一些公司就是data engineer来做了 做完之后好的数据就会有不同方向的去分配 你是说进一步的想做一些统计型模型啊 还是说你直接想做的是BI reporting啊 如果说作为商业数据分析师的话 他侧重于这个右下角 就是Power BI和Table进行这个reporting的这个过程 这就是数据分析包括和data engineer 数据工程师相结合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图 是属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简图 帮助大家来理解一下 给大家看